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印度的世界关系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加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今天我们谈谈印度的未来 在老师上次的一些视频当中 曾经说到未来的世界局势将会是大洗牌 如果我们的直升将在世界上大展拳脚 那么他务必要会三种语文 分别是英文、中文、印度文 当然了 英文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争议的 毕竟英语系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的庞大 而且英文字母也是我们软体程序的组成要件 在新的软体程序与基础语言还没有变成其他语系之前 英文肯定是拥有极大的共同语言的程度 那么中文呢 中文当然就没有什么意外了 因为中国的复苏 让世界权力的结构即将变成了影响最大的层面 为什么老师这边要用复苏 而不是过去大家常常讲的崛起呢 因为中国啊 也就现在的中国大陆地区 在过去就曾经是世界上的最发达国 只是受到了战乱以及人为的破坏 所以一度的没落下去 然而从现在起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激化 中国就如同蒙古国的开国皇帝 成吉思汗铁木针 一样即使他不愿意 他还是必须由这个环境来主导的 他往前发展 在这个时候老师必须说 我们正是一群见证历史变化的一代 见证了美洲的削弱以及大亚洲的兴起 而下一代我们的子孙 就要见证了古文明大国印度的兴起 很多人听过传说 说是印度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甚至会举兵干掉了中国 让中国受印度的统治 首先老师必须说 印度的兴起并不会统治中国 但是流亡政府不一定不在印度 怎么说流亡政府不一定不在印度呢? 各位我们所熟知的 也是被世人所尊敬的密教尊师 达赖喇嘛14世 他的流亡政府就在印度的达兰萨拉 所以未来 有没有可能中国某个流亡政府的总部 也说在印度 那这也就很难说了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了 这个世界的变化 一个国家真正要强大 比如说印度 各位老师说的强大跟富裕 他是两件事情 富裕的小国跟强大的强国 他是不同的表示 例如什么?老师举个例子 例如富裕的汶莱 他从来不跟世界局势 有什么沾上边的关系 也不发表意见 但是他十分的富有 因为为什么? 汶莱他是产油国 汶莱的人口啊 约大概仅有50多万人而已 这个数字啊 台湾的新北市就已经完胜了汶莱 而他的国土也不大 大概5700多平方公里 但是他的国民连生产毛额的PPP 也就是所谓的购买率平均价 他将近了8万多美元 附带一提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PPP 只有5.23美元 那中国多少呢 中国是稍微低了一点 因为他的福源比较广大 所调查到的老师现在的资讯 大概是1.3万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温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但是他并非是强国 所以以老师个人的观点来看了 要成为强国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世界历史的演变中去理解 他需要几个要件 就是什么气候 人口跟民族意志 这三大区域 才能让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强国 首先为什么是气候 因为气候它主导了粮食 粮食的产生是滋养百姓的一个很大的要件 所以过去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帝王之术 都必须强调一件事 以农来立国 为什么 因为民以食为天 百姓不管 朝廷农以上做的是谁 只在乎碗里的饭 锅里的米 能不能让一家人温饱 所以气候的稳定 取决了这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 而美国虽然不说 不能说他的气候非常稳定 但是他的农业却足够喂养他全部的百姓 不会让你说你有钱买不到面包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项目 像早期的苏联 肉铺子里面没有肉 面粉店里面没有卖面粉 这就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只要一个国家粮食足够 一个国家政权可以更迭 但是大一统的国家的完整度 他就可以维持住的 而印度啊 他先天就有非常良好的气候 至少在我们这个维度之间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大陆板块 印度的大部分土地 雨水跟气候都非常的稳定 当然印度人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火炉量的国家 但是在北北印的地区 也有他部分的地区是属于摄氏零度的地方 但是总体而言啊 印度本身自产粮食 在大原则上 它是可以很足够的 所以印度自古以来都是叫做印度 他不会有其他的名字 因为粮食上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 从古印度文明 到各个他的王朝的更迭 最大的差别 就王位上的天子家族 不一样 但是印度还是印度 只要吃饭没问题 宝座上谁做的都好 那么印度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百姓这么贫苦 为什么生存环境还是这么恶劣 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的因素 因为他的封建体制 也就是种姓制度 在印度还是非常的严重 而印度这种封建制度 它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 比如说中国 比如说英国早期的封建制度 在印度 它的一个种姓制度 最多的只有保留在什么 它的一个位阶是不能变的 我们中国的封建制度 自周朝以来 在各国的诸侯 我们战过七雄那些诸侯的分治之下 封建制度最多只保留了最高统治者的家族地位 但是却开放你一般百姓 你可以透过什么职业的选择 或是科举的制度 来进行你社会阶层的改变 在印度的封建社会里面 就像老师刚刚说到的 你生来是什么阶层 你到死就是那个阶层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当然虽然现在印度已经慢慢透过海外留学生 以及外资的进入 来去经营它 慢慢已经产生了改变 但是你没有从现在 再经过个几十年 这些封建制度的观念 在这些很老根深蒂固的老一辈的脑海中 他们没有凋零之前 是很难发生的变化 所以老师会说印度的改变在于未来 并非是现在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再来就是人口 人口对于国家的强盛与否 有很大的力量与条件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国包含了美国 日本 南韩 台湾等等的地方 我们自称为大国 对不对 国家发生最大的问题 就是老年人的问题 老年人是现在才有吗 不 有人类就有人类就有老人 老年人从来没有少过 问题是新生儿太少 如果人口的数量大幅要进 那么国家强盛的维系程度 就会长治久安 非常常的维持住 现在美国日本甚至台湾 还有很多当时二战以后 婴儿潮的团快世代 现在都已经迈入了什么 退休的老年生活了 而问题是这些老人 并没有足够的子孙 年轻一代来负担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 老师必须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老师过去的节目中谈到 资本主义 它是一个像打鸡血一样的制度 可以让一个非常贫弱的社会 突然性的爆发性的成长 但是如果让资本主义的放任 发展而没有受到管制 那么就会发生社会上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要为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工作 而这百分之二十的人收走劳动成果 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说人们的劳动 最高能维持的 就是小家庭的运作模式 也就是没对父母 他大部分的能力的极限 可能就在抚养小孩 更多的 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那么奉养父母 当然就是在更多的范围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下的低薪资收入 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议题 相信这个部分 在我们身边都已经很常见了 而美国与日本还有南韩 就是现在非常典型的状态 收入几乎已经是极低化 但是税务跟开销却是一个极大化的状态 这也造就了什么 男女的不婚 或是婚而不生 最好 最优秀 最理想状况 就是婚而少生 也就是一对夫妻 他最多生两个 他不愿意再生了 像老师这种发疯一样 生到三个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得到的 很多状况会低于你所需要支付的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只能靠借贷来继续生活 也就像老师之前讲到了中北贸易战里面 所提到的 我们陷入了银行家的策略 我们必须先预知未来来维持现在 而中国的复苏与印度的即将兴起 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套路线 中国近30年的兴起 当然跟主政者的改革开放 以及外资的金钱与技术的涌入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有钱进来你也得请得到人 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变成了过去这段时间 非常重要的主宗 有大量而且勤劳 重点是要勤劳肯做的轻壮年人力 来行使建设与发展 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中国虽然早期施行的一胎化政策 但是实务上在三线以外的城市 或是农村 你真的要实行一胎化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环境的变化之中 百姓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你要拖着我们村里怀孕的媳妇去打胎 你这个村官 你可能走不出这个村 所以一胎化能顺利执行的 当通常他都是一二线城市 或是政府基础的官员 所以中国未来老年化的问题 一定会有 但是会比较缓慢的进展 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中国银行的放贷期限 非常之短 就像什么 我们讲个例子 在中国淘宝有个叫花呗 你能够预知的 就是挺多一个月后延后付款 你是极其有限的去预知未来来享受现在 而中国对信用卡的控管 他是有一定的总量管制 你不能说每一个张卡的额度都一样 你只会越来越少 他们的信用 中国的信用贷款的集合也十分严谨 老师在这次取材的过程之中 有询问一个中国招待过老师的一个老朋友 他告诉老师这个状况 有个笑话是什么? 有一个孤儿 他去刷了信用卡还不出来 说他要去裸贷 好就是那个地下钱庄借钱 但是还也还不上了 怎么办呢? 你是个孤儿 你让他没办法吗? 不!地下钱庄竟然把他的亲生父母都找着了 所以中国对于国民消费未来状况 到目前为止是控制的还算不错 因为你过度消费未来的时候 你的百姓的竞争力 将他的公社会的稳定度 就会相对的弱化了 那么回到印度 印度贷款 一般人当然更加难了 而印度的人口滋涨速度 几乎都没有减缓的迹象 也就是说 印度有足够的人口红利 一方面来照料老年人 也有足够能力来承接欧美各国不足的劳动力的需求 各位这老师现在讲的不是未来事 而是现在进行事 现在世界各国有很多的客服中心 很多的后端服务都设在印度 包含微软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Facebook 很多地方 他们的一个英语系的需求 客服都是在于印度 对印度做很大幅度的人力的配置 而这些外资的涌入在印度 就是印度的文化的活水 只要不断的有新的文化 跟资金跟技术的流入 印度就会持续稳定的发展起来 这就是印度未来必然兴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而说到人口 老师想起了一个延伸性的话题 就是有人跟老师讨论过你这个欧洲 比如说德国 他的一个难民政策 很多朋友坐在欧洲啊 都知道欧洲难民政策非常的宽松 比如就刚刚老师讲到德国 你难民进入只要确定了 就几乎就给你包吃包住包生仔 过的可能比本国人待遇 还要好的那种感觉存在了 也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只要你是难民来 我就照顾你 然后吃住我全包了 帮你安排住的地方 然后给你福利金什么都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德国人不了解 其实这是因为德国的人口 他一直呈现的不是零成长而已 德国的人口 他是倾向于副成长 他是一个副成长的 零成长已经算他们优秀表现了 可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少 那就代表着你的生产力 没有办法继续承接 更可怕的事情是 你以后连军队里面都没有人了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劳动力以及军力 那这个国家的强国的这个优势 就会慢慢的代谢掉 百姓如果不生小孩 你怎么办 你总不能逼他生小孩吧 那么怎么办呢 难民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力资源 有人会说 哎 老师这样讲不对 这些难民啊 他拿补助不工作 而且打黑工的状况非常多 对这些难民啊 不工作 然后去做黑工的收入 比他原来的去工作 薪资还要高 所以就造就了什么 国家有很多钱 去照顾这些难民 怎么会对国家有帮助呢 各位人是有寿命的 当这些难民照顾好 他们安定之后 他们的小孩 就是一般的德国人 就是一般的欧洲人 这些小孩 他这边这些小孩会长大 而这些难民的家庭 通常带来的不是只有一个小孩 或是夫妻两个人 通常这些难民来了 有时候会带来三四个小孩 那这三四个小孩 他们长大也会继续生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原生的国家 原生的民族 就是比较注重生育 多子多孙多福气 那么这些难民的后代 就是维持这个国家 基本的劳动力的基础 当然这些难民里面 会不会有些比较有能力的 当然他就慢慢的同化 然后进入社会的中间 维持了这个国家 有更多元的成长力量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个抨击欧洲的难民政策 它是一个烂好人的政策 不 其实这个难民政策 表面上他讲的是人道主义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维系高度开发的国家 百姓他的眷生 眷养的一个配套办法 让国家不会因为自然毁灭的终极措施 没有这些难民啊 必须说他们的国家会自然的崩解 因为你所有的物资 没有劳动力去生产 你就必须仰赖什么外来的进口 那外来的物资 随便给你一个变动 你就会接近你的国家经济 崩盘的一个危险 就像谁 有一个国家 他放弃他自己本身的农业生产 全部几乎上八九十趴 都是靠外来的资源 外来的采购进来 那当环境有了变化 他这国家现在经济已经完全崩盘 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委内瑞拉 关于委内瑞拉的故事 老师在下一次会跟大家说明 所以人口的滋长稳度啊 就是印度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复兴? 因为他毕竟还是在战争之下 受到迫害的一个国家 再第三个就是民族意识 对于印度而言 国家的完整度 印度精神的维系度 是非常强盛的一环 为什么? 这跟他们的宗教有很大的关系 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 虽然经历了战争的摧残 但基本上印度的文化 并没有像玛雅文明一样 受到了整体的摧毁 过去我们说玛雅文明很神秘 他的文明突然消灭了 其实他不是因为天灾 也不是因为什么外星人 把他带走这些事情 而是被基督教的传教士 彻底的毁灭 不但消灭了所有的文献 传承文化的祭司跟长老 一个都不能留 全部把你除掉 所以玛雅帝国的毁灭 跟他文化的覆灭 是来自于外来文化的侵害 而印度就没有这个问题 印度的文化 就是从上古世纪 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即便是后来亚历三大东征 都没有办法消灭印度 所以这个文化的传承 就让一个国家 有一个不可破灭的基础 中国也是一样 而在印度里面 维系他们的思想 大一统的 当然就是印度教了 印度教占印度的总人口的八成 剩下的两成里面的15% 就是所谓的伊斯兰教 剩下的5% 就是佛教或是各种教的合计 所以印度的国家思想的完整度 就是取决于信仰的坚持度 而现在印度总理莫迪 就是要非常的去重开 重开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宗教的民粹主义 要迫害印度教以外的百姓 当然这是基于谁拥有印度教的宗教力量 谁就有左右国家的实力 但毕竟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 所以你要做完全的宗教清洗 就像翁山苏姬这样想要做宗教清洗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现在莫迪就进入了一个骑虎南下的地方 印度教的势力 你当时竞选的时候 你说要让印度成为国教 成为独一的国教 那你伊斯兰你就要破坏伊斯兰 那你破坏伊斯兰 那你伊斯兰国家的一个势力 就跟你外交交涉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付我们的伊斯兰教民呢? 所以现在莫迪时代,他现在骑虎南下 印度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很难去割舍他内部混乱的矛盾 所以在莫迪的任下 印度要发展的机会 就几乎是比较困难的状况了 为什么? 因为当人心在彼此互相斗争的时候 国家发展一定呈现倒退的路线 就像谁? 例如美国 例如我中华民国 都是限于党争与民粹,陷入了长期的衰退 对国家好的事情 你不一定能做 但是能够消害损害对方的事情 你就一定要做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必须不断的去做民主欢乐送 因为只要能够在各国家里面 不断的兴起党争 让人民互相的仇恨 那么就可以保持美国优先 美国的优势一直不断的维持下去 当然 美国自己现在也受到党争的困扰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了印度与中国的兴起 是必然的历史潮流 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今天稍微粗浅的谈一下 他的问题是非常的长远 那我们今天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如果你愿意赞助本频道 这里有老师赞助的二维码 下方也有老师台湾以及海外的赞助方式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